大家好,我是Amy 今天要做這個很簡單的牛油折花曲奇 材料有這些 首先要準備一些沒有鹽的牛油 在室溫放軟 然後用打蛋器把它打鬆 牛油方面,建議大家選擇更好的牛油 盡量不要選擇輕化植物油或人造牛油 因為相對地沒有那麼健康,而且吃起來也沒有那麼香 下一步可以將糖霜加進去 如果沒有糖霜的話,也可以用白砂糖 但因為糖霜小一點,就比較容易和牛油融在一起 然後可以加少許蘑菇娜香油 加了蘑菇娜香油,曲奇吃起來不單有牛油的香味 另外也會多一層蘑菇娜香味 下一步可以將低筋麵粉加進去攪拌 把所有材料都攪拌均勻,看不到粉粒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去擠袋裡 在擠曲奇之前,可以在焗盤的四角角 擠少許麵糊 就可以貼緊牛油紙 下一步可以正式開始擠曲奇了 我們可以定點在同一個位置擠 一面擠就慢慢拿高一點擠嘴 花就會慢慢升高 這是最常見的擠筆 另外也可以圍圈擠 而我這次用的是擠嘴 練習多幾次就可以擠得很漂亮 但有一個小貼士,擠袋方面 儘量選擇更厚的 因為麵糊比較硬,如果太薄,就會很容易擠出來 完成後,可以預熱焗爐190度焗10-12分鐘 直至金黃色就可以了 焗好的曲奇就可以拿出來攤動 很快,這個牛油紙花曲奇就完成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肥一點,但真的很鬆脆 做好的曲奇就可以將它入盒送給朋友 另外我做了一個朱古力版本 如果有興趣看完的話,就可以按下一個影片 有什麼想我做的話,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可以按個讚 還有按訂閱的按鈕 最重要是按旁邊的鈴鐺,就會收到出片通知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